你知道最初版的游戏王有多恐怖吗 各种黑暗游戏随时让人发疯 如同魔王将士的王样坦称心狠手辣 和他兑现过的人没有一个能唠的个好下场 绿毛版社长更是赖皮无耻 看上什么卡直接动手抢 因为一张世间罕见的珍贵卡青眼白龙 二人之间的恩怨就此展开 一切还得从一个没有朋友的高中生说起 别人在打球谈恋爱时 他只能独自在教室里玩扑克牌 就是性格如此孤僻任谁都想欺负的一个小屁孩 谁又能料到后面会成为一代游戏王 更是被世人尊称为历史最脏的重坑之王 而一切的起因都只因为他的爷爷 从埃及带回了一个千年神器 这玩意小表拼了八年都没完成 传说只要搞定金木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了起来 第一个欺负他武藤游戏的人就是城之内 存放金木的千年棺材差点就被这家伙给拿走了 虽然最后在性子降的干预下还了回来 但这个骚年还是顺走了一块碎片 更骚的是还把碎片丢进了臭水沟 导致我王杨还没出场就先泡在排泄物里 城之内欺负小孩的事情传到了这个名叫牛尾的大老耳朵里 这位大神就牛皮了 从初代活到了三代 牛尾把城之内和倒了血眉的本田揍了一顿 美其名曰是给小表提供保护 当着小表的面城之内又被砍踹了一顿 你就说惨不惨吧 关键时刻小表挺身而出 牛尾目的达成 不打就不打吧 但是这次的保护费是二十万 拿不出这笔钱下次挨揍的就是你这个挨子了 一个学生怎么可能拿得出二十万 你以为人人都是海马赖人吗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完成积木来许个愿望拿二十万 人被逼急的情况下潜能也随之爆发 八年都搞不定的积木这一刻真就差点被完成了 只差最后一块 不料伸手一掏棺材里已经没有东西了 完蛋 这下不得被牛尾大神打死 同一时间城之内良心发现 因为小表刚刚保护他的举动 所以下去水沟捞回碎片 就在小表差点被打成痴呆时 城之内将最后一块碎片及时带了回来 随即和本田联手对决牛尾大神 只是没想到辞子的体术惊人至极 两大高手竟然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三两下二人就被揍得像条狗一样 绝望之际小表将最后一块积木塞进缺口处 积木骤然间大放金色光辉 无王第一次降临 我敢保证你们都没看过法老王如此邪魅的表情 黑暗游戏自此开启 最初版的游戏王和正版的不大一样 各种黑暗游戏随时乱搞 并不是一味的打牌 王阳更是被称为魔王 手中拉出了一副扑克牌 一根绳子两端都绑着一个人 规则很简单 轮流翻开扑克牌 按照翻开的点数是多少就能上升多少 谁先到达顶部另一个人就要接受惩罚 牛尾大神又怎么会是这个 玩了五千年黑暗游戏的魔王的对手 毫无意外这家伙输了后就想耍赖 拳头在王阳这里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自此之后 小表对积木许下了愿望想要朋友 所以逐渐身边出现了城之内 本田杏子和美穗等好机友 故事也正式展开 夜黑风高 一个手持祖传高级怪兽卡的骚年 被两名西装男暴揍了一顿 卡片也因此被抢走 而幕后的大老板就是这个绿毛 后来的社长还马赖人 等等 你这形象不是奶亚的样子吗 在朝日版中 社长简直是个无恶不作的大赖皮 今天是富二代第一天来这个学校上学 也是最后一天 社长有意地与小表接触 又故意引导他带自己来看 五同双六珍藏的超西游卡 激将向来好面子大家都知道 青眼白龙自此第一次面试 老婆的出现让社长不淡定了 他愿意掏出自己所有的珍藏卡 来换青眼白龙 激将肯定是不愿意的 美其名约不是因为卡片太珍贵 而是因为这张卡是好机友 霍普金斯送给自己的 不能随便买卖 绿毛哥一听就想发火 不过此子虽然心术不正 却比麻袋还能装 笑笑不说话转身就走 当天夜里社长又耍了个心眼 让小表隔天把青眼白龙卡带来学校 理由是想再渐渐地失散了数千年的老婆 说他无赖他立刻就无赖上了 一只手往口带里一头 假装卡片掉地上就想来得偷天换日 不料技术太才被大家都看出来了 双方之间的冲突在天台一触即发 城之内和本田本想帮小表要回卡片 不料被社长的手下狠狠地揍了一顿 等小表赶到识人已被暗倒在地上 战斗力只有5的小表来了也没用 于是诞生了游戏王一个名场面狠揍王妃 你说吴王如此护妻之人怎肯罢休 两名手下的下场很惨 同时王阳与臭宝的第一次牌局就此展开 每人40张牌 生命值古董级的2000 牌局开始搞起吧 社长嘴快拿下仙弓 攻击表示召唤五星蝙蝠兽 在黑暗游戏的环境下怪兽被尸体化 估计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才让社长下决心研发3D立体影像 毕竟实在太逼真了 王阳的回合 召唤暗黑龙 区区1000点弓的蝙蝠兽自然不是对手 初期的腐王对砍太朴实无华了 500点伤害让社长这个宇宙第一冠军器的牙龈发炎 抽卡 抽到画得很抽象的顶级王牌 战场变成沙漠地带 召唤牛头人 一斧头砍了暗黑龙 骚年还是有点实力的嘛 轮到王阳了 守备表示召唤神圣精灵狗一狗 社长的回合 盖上一张魔法卡 轮到王阳 又是一张垃圾卡 那社长就不客气了 打开盖卡巨大化 将牛头人的攻击力来个翻倍 这下神圣精灵再也扛不住了 社长放下了自己毕生的flag 怎料法老王随手就是一发神抽 七星怪兽恶魔的召唤 抽象 实在太抽象了 战场黑森林 社长终于慌了 这玩意可是世界上五张西游卡之一 区区牛头人自然不是对手 赖皮老继续耍赖皮 人家神抽是从卡组抽卡 他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青眼白龙 盖到卡组最上方 这时期的社长简直比昆虫语额还让人惹性 此卡一出让王阳大喊 你小子真会打牌 场地是湖泊 水之龙一跃而起 一发进攻宣言帮王阳进行锁削 不料青眼白龙一动不动 单纯张大了嘴就是没有发出攻击 经典口胡鸣场面触发 根据王阳的解释 就是你小子的心根本没有附在白龙身上 白龙体内至今还住着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 为了这个男人 白龙选择了自我毁灭 这是他对激将的忠诚 卡片竟然有自己的想法简直逆天 目前唯一一张青眼白龙也就此背面 轮到王阳的回合 来一张死者苏生 复活布鲁艾斯怀特多拉贡 社长强开锁血挂进行抽卡 这个怪也不是对手啊 不对 只要将他召唤在地裂场地就还有的他 在地裂的效果下场上怪兽全灭 双方算是打了个平手 这也是社长的高光时刻了 人生唯一一次和王阳打平 王阳之强让社长回去气得把所有奖杯都给砸了 什么狗屁宇宙第一冠军 其他人和王阳比起来通通都是菜鸟 咽不下这口气的社长决定召集手下司打天王 恐怖的对决这才刚刚开始